强积金有一大堆文件 其中基金便纜有很多资讯 有什么重点是关乎自身利益 打工仔不可忽略 今集我为大家 讲解一些闲为人知 但又很重要的基金便纜的资料 积金局都要求每一个强积金计划 每年制作少两份基金便纜 有很多计划比这个要求更多 从这些基金便纜 我们可以仔细了解这些基金如何投资 以汇丰自选计划的亚太股票基金为例 打工仔从基金便纜里 可以看到投资组合分布 就知道这支基金除了投资在中国、香港、南韩等地区之外 原来占第二大比重的是一较偏满的印度地区 地区减得对不对 其实分分钟影响到股票基金的回报 如果自己对投资在什么地区没什么头税 有部份基金便纜会展望市场的走势 用不同符号去表达打工仔 未来可以倾向投资在什么地区 我个人认为 在俄乌战争和通资影响逐渐消退下 今年的欧洲市场的反弹应该最为显著 不过那些成份基金 即使是投资在同一个地区 他们投资的行业都有些不同 基金便纜正正列明了不同成份基金的行业分布 好像在加息旧期还未完结底下 其实特别利好金融和银行业 另外在疫情逐渐消退下 市民的日常生活得到复苏 所以消费类行业也值得提高一线 大家可以从基金便纜入手 留意一下成份基金里面 有没有这些行业的投资比重 除了股票基金 梁塞华还可以留意基金便纜里面 债券基金的资料 环顾这么多家强识金计划 我认为富达强识金计划 它里面的基金便纜 所提供的债券基金的资料 就有最多的 例如它列出了债券基金的货币分布 债券的票面息率和到期日 债券的评级等资料 特别想大家留意 就是一个资讯叫做到期收益 在这里它会显示了3.66% 即是代表 它的基金所投资的所有债券 在未来一年的平均回报 另外有个资料要留意 就叫做全续期 全续期就涉及很多复杂的计算 简单来说 如果全续期是7.49年 即是代表外间的息口每剩1% 这只基金的基金价格 就会跌7.49% 相反也是一样的 我们靠这两项资料 就可以估算一下 未来一年 这只债券基金的回报 我们预期今年的通胀会见顶 息口也不会变得太大 所以债券基金就不受 这个全续期的影响 所以这只基金的年均回报 应该就会到到期收益这个数字 大约是4% 这些债券基金的资料 其实是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资料花多眼乱 梁sir提醒大家留意一点 不要将基金便纜的基金回报 和平均成本法的回报 混为一谈 职金局和受拓人 过往不断强调 强职金是用平均成本法 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分散市场的风险了 所以在基金便纜里面 除了列明一些基本基金回报之外 还有一个回报 就是套用了这个平均成本法之后的回报 但是这个平均成本法 现在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计算方法 所以在基金便纜里面 所列明这个平均成本法的回报率 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 加上强职金的每月供款模式 是由零开始 定期供款逐渐累积这个资产去到很高 但是平均成本法 其实一开始 已经有一大笔资产去投资 两者背后的操作原理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就令到不少人产生了错误的解读 我们作为打工仔 应该多点留意一下强职金的文件 例如多点看看这些基金便纜里面的资料 说不定有些新的发现 可以帮助我们强职金增值 梁sir 一般打工仔都要等到65岁 才可以拿回强职金 有没有方法可以提早领取 单靠护照又行不行 有得选择的话 打工仔应不应该拿回一笔钱出来 希望可能更 rhyme ξ覆 chatter 示範 放箭 爬 tablets 绝